全新的2024款奔驰GLS迎来了小的改款 也许这一代的GLS真的不知道要改什么了 或者是不改的话 没办法收割买新款车主的那些韭菜 所以就做出了些小的外观改变 首先前脸方面 由原来的双条幅镀铬改为四条幅 整体车头正向给人的视觉效果更加的敦厚 并且下包围改为类似新款GLC的AMG外观套件 同时它的离地间隙增加了三厘米 几颗多光束的LED大灯 每侧有84颗LED的独立光源 前大灯和现款看不出区别 尾灯的样式新款辨识度还是比较大 由原来的两侧各两个环 改成两边各三个点 价格比现款的GLS也是增加了28000 售价期间为109.3到139.7万 全系标配48伏ISG的轻滚电机 海外版GLS450搭载的是3.0T 直列6缸发动机 0百加速5.8秒 GLS580搭载的是4.0T 双过轮灯压V8发动机 0百加速4.7秒 内饰方面变化不大 依旧是大联屏的设计 马鞍俯首的主题 方向盘样式有一定的更新 只是增加了实时越野路面影像的功能 可以将前面的路况显示在中控屏上 同时 破天荒的增加了一款6座的车型 给予消费者更多的选择 GLS也许不是奔驰靠着走量的车型 但是我建议奔驰真的应该把配置再细化 中规版只有动感版和豪华版两种 毕竟100多万的动感版钱都花了 竟然没有电锡门 确实让人难以接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